一个文明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是清晰的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都有清楚的指引 不会二十几年来都可以做 突然之间就原来是严重的犯法 然后相关人士就全部被拉被锁 而且是未审就先坐牢 这个就是香港市民原本所认知的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 但是这一切在这两年来全部都变样 可谓全港头几位最受欢迎 阅读多年的传媒 突然之间就变成不是传媒 然后一间又一间不是传媒 都无法理解究竟什么是犯法 什么是合法 包括连法律界人士都无法用常识去解答 连建制中人都不断自打嘴巴 例如叶柳一样 以今天的我打倒作的我 相关的高官除了认为这个是十分清楚 但都无法严格去定义 什么是合法 什么是不合法 因此结果就是 一间又一间的传媒 怕违法而倒闭 而他们的读者 当然就会问自己 这个地方 还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呢 这个还是一个令人安居乐业的地方呢 当特区政府已经掌握了一切 将九十席的立法会议席全部都拿到手上 令以往眼中钉的传媒倒闭 但是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来说 理应是要回复稳定 也就是尽量维持以往的生活正常 但是目前香港的局面 从30.2%的立法会投票率 政府应该非常清楚看到 原本去投票的市民 如何在今次是不愿意去投票的 因此要做的事 是如何去提升市民的信心 令人以为是一切如常 但是投票结束之后不耐 又接二连三 看到一些著名的传媒倒闭 而且这些传媒 都跟政府在2020年 所声称什么国安法的目标的港独 是无关 但是市民稍微淡忘了早前的苦劫 难得拥有少少节日气氛的时候 政府又要继续政治工程 以为可以令到大多数市民接受现实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 它的角色是要连接中国和世界 和其他地方 特别是发达的国家 但是当发达国家 接二连三都质疑今天香港的施政 谴责达特区政府的所作所为的时候 除了将国家全部当成敌人 除了反驳和指控 所有最重要的生意伙伴 全部都是帝国主义 忘我之心不死 还有没有可以做的事呢 还是以后不要跟所谓的英美加澳纽等五眼 又或者欧洲各国做生意 改为专注和巴基斯坦 北韩 阿富汗做生意好了 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 是不是要改做第三国际金融中心呢 当年自己阵营的自己有 都忍不住不断有人说 哎呀不要做过头啊 看党部来大公部队立场新闻的指控之一 是迎合外国金主吸金 触发恐慌性移民潮 现实究竟是什么 才能够触发这个恐慌性移民潮呢 目前移民潮仍未见顶 原因是疫症至今仍未结束 但是当疫症最终必然会结束的时候 政府到时又打算用什么方法 来挽留市民呢 一边不断用党媒报道外国怎样差 一边担心市民恐慌性移民 一边继续是增加这些新的政治审判 令到更多传媒结束 令到市民人人自危 岂不是不断地自相矛盾 那政府做了什么 去挽回这些传媒的信心呢 还是认为非官方 非自己有的传媒越少越好呢 继续掩耳盗灵 自圆其说话的制度完善了 千错万错都是人家的错 自己什么都不需要改善 我是林冀 多谢大家收听